昨天晚間在基隆西石 只有碼頭發生一起意外事故 當時貨櫃車前往碼頭來裝載貨櫃之後 疑似碼頭吊掛人員操作機具不慎 這導致貨櫃車就直接撞上掉駕車頭變形 駕駛一度是受困在車內 幸好經過緊急送醫之後 目前傷勢沒有大礙 天色困難 碼頭班貨櫃起重機掉駕高度出問題 導致貨櫃車直接撞上車頭變形 事故發生後 碼頭暫停作業 工人上前查看 發現41歲的陽性貨櫃車駕駛 受困在變形的駕駛艙內 警銷火速道場協助脫困送醫 牽引車為注意前方狀況 所以撞擊到天車 當時有民眾受困 那經港銷即時搶救 送部立基隆醫院 那目前人員五大愛 基隆港C19碼頭 16號晚間6點多 發生貨櫃車不慎撞上 碼頭貨櫃起重機掉駕事故 陽性駕駛送醫後沒有外傷 警方隨機酒車後確定沒有酒駕 基隆港警初步研判 貨櫃車駕駛因為天色昏暗 沒注意碼頭起重機掉駕位置 才導致這起意外事故 至於詳細造之原因及賠償責任 警方還要後續調查釐清 記者黃毅潔 基隆報導 記者黃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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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黃毅潔